今天跟大家看豪宅 過億的 實用面積是2948呎 入門是節目門 這個就是懸關位 還有一個內置物體上天台 這間就是複式連天台 超級大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這裡有少少角位 影響不大 你可以拉直它做一些收藏櫃 還有那個廳就很寬 你擺位上是超級鬆動 還有一個很長的露台位 這個叫平台 就是你爆跑100米這樣衝過去 沿途都是一陣海風追隨你 室外空間怎樣利用 就好看你個人 怎樣去設計 全海景 吐露港海 風平浪靜 這邊的海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真的很靜 即是沒有風沒有浪 適合一些海上活動 你看到超級帥 唯一的缺點就是這裡 有點波折 不過你當成海浪屋的特性之一 而這邊呢 就是其中一間睡房 如果不喜歡走樓梯 可以給路人家用 挺方正的房間 然後看出去就是海景 門後面可以整個衣櫃 然後這邊就是家裡的浴室 這裡還有一個客廳 另一樣我比較喜歡就是這裡 廚房 嘩 廚房超級大 首先有L型的桌面 然後一個倒桌 關門的雪櫃 對了 配上咖啡機 上面還有一些儲物櫃 還有這裡你煮飯都看著海景 很好 你可以做避餐區或者一個吧桌 也可以的 後面這裡 光衣機和洗衣機 還有一個工作區去處理衣物 不過廚房隔離處理衣物 是不是有些儲物櫃進去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 應該會隔門好一點 這裡就是工人網 有工人尺 唯一一件事就是沒有窗 上去睡房區 樓梯間可以鋪一些畫 或者一些生活照 點綴一下都可以的 這裡就是一間主人房 一個角窗 270度海景 那邊就是科學園 上面就是中大 然後掃過去 全海景 沒什麼遮擋 把床放完之後 那邊放衣櫃 那這邊就是 豪宅的無限套 在貴妃江的洗澡 又看著海景 OK的 梳妝桌也預料放在這裡 洗澡後立刻化妝 OK的 雜物房 書房 因為窗對出去就科學園 不買海景 就一就天台 所以樓底就矮一點 但是你當作是一個工作區 或者是一個偏廳 OK的 在房間的位置可以放一些裝飾品 房間就很安定 落地玻璃去海景 基本的 因為這裡也是為了海景而買的 浴室 三件套 另一間套房 特別一點 它有一個露台位 露台位走出去也是一個海景 你看到房間也很大 放了張床 這裡還有一個衣帽 由底座到高局都可以放到很多衣物 浴室 三傑道 企理為主 最後我們上去看看天台 天台就1200多呎 都相當大 嘩 好熱 數一圈你會看到 這間房子的形狀 就有少許梯形 然後這邊就是全海景 天台夠闊 還有一些貴 來去水 這麼大的空間 就隨你怎樣設計都OK 而這裡 價錢呢 我覺得兩位貴 太緊就4萬6千元一呎 算起來是1億3千元 差點貴了 但是我猜價錢可以商量 你想扔多少錢 告訴我